以下节目含粗言谓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 敬请留意 展望全香港最长寿的广播剧18楼司座到了55岁生日 1967年林彬在左派暴动中横死 商业电台为了纪念他 1968年7月3日起推出18楼司座 承计林彬在欲罢不能、冷眼旁观的节目中讽刺时弊的精神 长期以来都是商台的金七招牌 18楼司座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社会广播剧 与时并进 利用稀笑怒骂的手法和剧中一群你我都熟悉的小人物 去演绎社会大小事讽刺时弊 也引起了大众共鸣 18楼司座前身欲罢不能和冷眼旁观这两个广播剧 香港在1967年发生了六七暴动 斗委会为首的香港左派团体发起罢工和骚乱 商台反对这一场将中国文化大革命燃烧到香港的动乱 商业一台就推出了由林彬主港的广播剧《欲罢不能》 讽刺左派的罢工和骚乱不得民心的事弊 1967年8月24日 林彬就同样在商台上班的堂底林光海 在商台上班的途中 被左派的暴徒伏击和纵火烧死 商台全体上下悲愤 坚持不屈地播放 《欲罢不能》 和由原本林彬主港的时事评论 同年12月六七暴动占告平息 何左之决定推出冷眼旁观的广播剧接替 虽然同为讽刺这场暴动的时弊 但气氛相对温和 以及社会秩序恢复 后续在1968年7月接替广播剧 即是现在的18楼私座 但依然以讽刺时弊作为节目主线 当年还未有周记茶餐厅 由金刚饰演的周老板也不是主角 当时的主角是由杨广培和尹芳玲饰演的刘柏琪夫妇 刘氏夫妇就住在那个市新发展区域 这个官堂的某一个住宅大厦的18楼私座 每一天都和人去谈些时事 而周老板只是街边经营茶水档 直至1978年 杨广培和尹芳玲离开商台 但18楼私座仍然继续播放 于是编剧交代周老板的茶水档 业务蒸蒸日上 终于在湾仔买了个地铺 开了周记茶餐厅 那时仍然有18楼私座 就是湾仔商业大厦里面的一间 噴火桶周刊的总部 由当时的监制冯展平做周刊的总编辑 1988年冯展平也离开商台 18楼私座的场景完全淡出 从此就由周老板担大旗 场景也都以周记茶餐厅为主 去到现在 2008年 18楼私座 威文侯舌40年出版 商头创办人何佐之特别为新书写过序 简介18楼私座广播剧诞生的过程 原来18楼是有特别意思的 他说是在60年代中的中业 本港高层楼宇不多 堪称罕见 18楼仍然是代表新一代的开始 亦都代表本港光明前途的开端 何佐之浸然 本港民主一日未达成 这一部剧一日都会反映在市民心声 他又祝愿18楼私座声威远播 继续本台不疑不扭不屈的精神服务市民 相信临宾在天之灵 亦都可以告慰 18楼私座陪着几代香港人成长 很多人都将周老板 摩华三姑 祥嫂 后来皇后 阳南安 大编辑等等 当作空气里的朋友 一个星期有几天都要扭开收音机听 听到周老板的口头线 你都痴痕 配感亲切 希望商台上上下下都可以秉承 何佐之先生的遗愿 本港民主一日未达成 这一部剧一日都会反映市民的心声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大院有乐 开头听听小花的声音演绎 这一集当然是对一个香港非常长寿的广播剧 18楼私座致敬的一集 18楼私座 我想大家可能都偶有所闻 如果开车上班的朋友 开工的老友机 的士司机 开Uber 在路面上 很枯燥地 又要给这些 很忙碌的交通 到处擠塞 又多这些繁杂的这些都市声音的滋扰 当然要收一些资讯 下午的这个时期 十二点一半 到这个一点钟 就是听这个18楼私座的一个时间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收听18楼私座的这个习惯 不说不知道 大家可能都会不知道 老鹅其实也是18楼私座的一个忠实的一个涌等 因为现在这几年 我在加拿大生活 你知不知道 当夜晚 播18楼私座的时期 老鹅就刚刚起床 下令时间 大概9点 9点钟就有得听 如果在冬令时间 我早上起床8点 天蒙江的时期 在冷静床的时候 听着 金刚叔 饰演的 周新都 周老板 正在 是一个没有牙三菇的 那 醒了 立刻 我们都追听了 几年 也是他们一个忠实的一个涌等 今年 就是一个 18楼私座的55周年的一个纪念 我想 55周年 分分钟长命 过很多人 是吧 55周年 做一个广播剧的形式 为文发声 讽刺时弊 是吧 讲一些香港的议题 时事一些的讨论 一直做了五十多年 我想这个堪称是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而据称 全世界 最长寿的 华语广播剧 就是我们的 商业电台的 18楼私座 所以 趁他55周年 都要帮他们做一个特辑 是吧 用以一个听众的认识 讲讲他们的历史 以及他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刚刚刚听到的这个 Segment 都知道 18楼私座的 来游 不知道各位老友记 是年轻的观众 还是一些 资深的 我老王这一代人 六十年代出世 七十年代长大 又或者是我更加 前两辈的 这些前辈 年轻的时候 分分钟 电视机都未普及 陪伴大家 过日晨 就靠这个 原子粒收音机 而当时 广播剧在我们的香港里面 是每一位香港市民 生活上 不可划决的 一些娱乐资讯 一些 节目 来的 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 第一出的一个 广播剧 全世界 是哪一套呢 其实 都 没有一些 很实险 实耻的 一个 记载 但是 据一个 遗基 一个 资料 显示 就是一套叫做 A Comedy of Danger 一个 我想是西人的 一些 英国的广播剧 由这个 Richard Hillges 担当的 一个领涵主演 一个声演的 广播剧 这个就叫做 A Comedy of Danger 据称 就是为世界上 第一出的 一个广播剧 一直 发展下去 去到全世界 什么地区 都有人用一个 广播剧 在我们的 亚洲里面 日本 韩国 台湾 都很流行 用广播剧的形式 就是娱乐 一些观众 听众 听众 看不到 听众 得到 一些 从收音机上的 娱乐 我想 香港 如果盛行广播剧的年代 在40年代 已经兴起 当时 中国还未淪陷 在华南地区 广州里面的电视台 当然最出名的 就是这位李沃先生 后来李沃 也落到来 香港 真正正正的 播音人 播音王子 以及他太太 萧商女士 堪称是当时 全香港最红的 播音员 我想以前的 《大院友乐》里面 麦李浩 也有说过 关于李沃先生的 形式 而李沃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一个 一人分析 几国 即是一个人 就声演几个不同的角色 老人家 也是他 是吗 就是一个 土匪 警察 都是他 文质彬彬的 书生 甚至无这些 一听起一把声 感觉到他非常之 楚楚可怜的 这个弱女 亦都是他 鬼声鬼气 牙差 都是他 即是这么多人 一个人 可以做这么多个角色 真是精神分裂 大家如果今时今日有听过 我们现在老鹅 帮大家 尽心尽力讲的一个故事 一个香港奇案 和一个老鹅讲鬼故 其实就是模仿 当年李沃先生的 这种天空小说的形式 这些广播剧 单人 声演 一个人 做完所有的角色 例如在这个香港奇案里面 阿sir 又是老鹅 受害人又是老鹅 强奸犯 都是老鹅 分屍者 连环杀手 亦都是老鹅 全部一个人 都声演了 不同的角色 罕匪都是我 所以 这种形式 就是单声人 单声道 一人 做完所有的角色 这种广播剧 及后 去到50年代的时候 随着商业电台 开台 亦开始 挖角 挖很多的敬人 广播剧 开始在香港 这一个地方 开花结果 开始 萌芽 落草种子 然后有不同的形式 在香港 广播剧的这种方法 表达出来 我想 以前有人听过 《中国杀人王》 《秋灯夜雨》 这些就是当时 开始陆陆续续 衍生出来的 不同的剧种 亦有当时的 林彬先生的《大丈夫日记》 有很多这种 不同的广播剧 而且已经开始 由一人多色 几角的这种形式 开始集体 广播的这种广播剧 当时也引入了 又有编剧 又有长务 开始也有混音 声音剪接 只不过是没有画面 但实际上有很多人 teamwork的团体 而做这个广播剧 全盛时期的广播剧 的剧种 真的非常之多 又有伦理 又有武打 武俠 亦有这种探汉 鬼谷 武俠小说 发展到后期 但记不记得当时 亦有维斯利的这些剧种 那时候 刘华也有 升演过这个广播剧的 主角 有很多不同的 小说的改编 射雕英雄传 神雕俠女 形形色色 令到我们香港 很多代的人 都是 沉迷在一个天空里面 听这些 不同的 声演出来的 一种小说 完全 亡我境界 非常之乐在其中 大家 知不知道 曾经有一段时间 香港是发展得 非常蓬勃 在这个工业上 香港的工厂 柴湾 观塘 新蒲江 个个都请这些 不同的熟手女工 电子寄工 不同的人等 都可以投身 这个工业界里面 做一个工人 当时 就在六七十年代 香港又有这个 纺绩 又有这个 假发 钟标 玩具 这个 成衣 种种的工种 都大量需要 这些工人 其中 你要找工人 正宗好像 现在的 这些特区政府 所说的 抢人才 其中一个 员工福利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可以在 开工的时候 听这个 收音机 而当时 这个广播剧 就是 各位打工仔 打工女 工厂妹 工厂妹 工厂的皇后 个个里面 开工的时候 一直打牙教 一直在听她说 哎呀 真是说得这么鬼死 赞鬼呀 哎呀 她真是 陰功了 这个故事 说得这么 哎呀 我都听起来想哭 不要哭呀 快点做完 她剪了个绳子 不是呀 这个 厂长 一会是责怪起来 那时候 扣你人工呀 衰猪 那你就真是死火了 所以有 很多这些这样的 当时的不同类型的广播剧 就在香港里面的一个盛行 而当然 十八楼私座 亦都是一个 为民发声 的一个 广播剧 而十八楼私座 大家又不记不记得 在八十年代 我们香港曾经有一个 电视的 一个处境喜剧 香港八一 而据称香港八一 就是 inspired 十八楼私座 就真正正正 将一个周济茶餐厅 变成了 这个 礼顿道的 银器小食店 有这个 迅叔 就是这个 当时的 王申 有这个 匡仔 有其他 郭悟欣 陈迹 没脱 就是一个 十八楼私座的 一个 电视版 是吧 我想大家可能不说 不知道 十八楼私座 就是一个香港八一的 这个 电视版的 inspiration 好了 大家都知道 商台曾经有一位 很出名的 这个 节目的主持人 就是林彬先生 而林彬先生 一直有一个 节目就叫做 欲霸不能 什么叫做 欲霸不能呢 就是屌赤 这些 陷糕 死左仔 屌赤到他 欲霸不能 总之一直 理直气壮 乘性追击 总之你的左仔 做些东西 骯髒 骯髒 没有离归格 是吧 扰乱民生 是吧 破坏民主 是吧 就是这个 以摧毁别人的自由 是乐趣的 死左仔 搞乱的 这个香港社会 当时 林彬先生 就在节目里面 以当时的赤道 不用说粗口来说 他已经是 骂到 那些左仔 有那么准 得那么准 分分钟 骂到那些左仔的 这个 狠辣程度 比今天 你熟悉的 这个老鹅 正宗是有过之 而无不及 只不过 他是没有粗口 而已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 督到 左仔的 这个 要心 要肺的 这个 支点 督到他们的痛处 督到他们 这个 丑愧的 这个地方 你也知道 是左仔的 是吧 不学无术 是吧 不够人讲 就讲 阴质 最后 最后 找了一天 让林彬先生 和他的 堂弟 林光海 上班 去商台的时候 截停 这个 福市 然后 扔汽油弹 烧伤了他们 到最后 研制 因为伤势太重了 而失救而至死 当时的商台老板 何佐芝先生 要是要纪念 林彬先生 还有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对着 我们的员工 就是因为 接触到这些暴力 而被这些 灭了声 商台的招牌 就丢在一边 所以 又欲罢不能 没有了 林彬先生的 雷台 这个主持人 转了他的名字 就叫做 冷眼旁观 到后来 就发展到 这个 十八楼 C座的 节目 如果大家有 记得我们 电台的 节目的发展史 六七十年代 开始 到八十年代 堪称 就是我们的 广播剧 全盛的 高峰期 去到八十年代 尾 中英联合声明 都陈埃落定 很多的香港人 开始 希望可以熟悉 多一些 政治上的消息 了解多一些 时事 令到他们 做生意 或者移民 或者在香港社会 如何混进去 急剧 需要 很多一些 政治的资讯性 而当时的节目 就由广播剧开始 转变为 一些 时事评论的节目 而时事评论的节目 如果开始 打开了市场 做老板的 当然是开心 就是要 做多一些 为什么呢 时事评论节目 我整理了两个名嘴 回来 在这里 吹吹水 评论今天 这些新闻 叻叻狗观 是不是 再不是 开放电话 封烟 被一些暗狗市民 打上来 维园 阿伯 打上来 胡说 胡说 然后 被人的节目主义人 吊齿他 其实 又有火花 又易做 还有 不会那么 失事 也不会有那么大堆人 有编剧 又监制 又一个 声音演员 又要剪辑 又要混音 还有 那么多东西 那就是 不叫化算 既然 多人听 亦可以省到成本 名嘴 当然费用就很高 但又无出自阳身上 做得到 当多这些人听的时候 广告又自然多 水涨船高 自然何乐而不迷 做多些这些节目 陆陆续续 而香港人 听广播剧那种热成 就没有以前那么重要 尤其是当80年代 70年代尾 香港的电视 我们看电视台 TVB 越做越上位 出力 那时 就出力了 搞电视碗面 而当时的这些节目 也都五花八门 随着香港人的 这个 银包 多了水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 回家看电视 所以 当时 开工 就喜欢听收音机 放工 就回家 看电视台 追剧 什么 天红 什么家变 网中人 到后来的上海滩 天红八部 神雕俠女 这些电视剧一部接一部 又发炎弯 又执倒宝 是吧 非常之多 这些不同的电视的 这些剧组 所以 这一个电视 越来越 开始取代 收音机的地位 成为香港最主要的媒体 而因此 又见及此 当然要 压一下成本 社会也都 喜欢听这些论证节目的时候 那个势 开始 转变了 但是 十八楼 仍然在商台里面 独当一面 继续为文化声 继续在广播界里面 占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职位 其实十八楼司座 老鹅为什么会喜欢听呢 因为我很喜欢听 一众的演员 大家在大戏电波里面 传递他们的声音 令到可以身处其境 就像在一个 阿周老板的 这个周记茶餐厅里面 坐在这里 喝着一杯 金牌咖啡 吃着一个 菠萝油 看看一众街坊在这里 打牙咬 吹水 你疾我 我疾你 评论一下 这个时事 如果你问 十八楼司座 是不是好像以前 林彬那样 批评政府很狠 或者屌尺一点的 阻止 如此类推 其实今时今日的十八楼司座 在一个政治的 氛围的一个情况 大家是不是还可以 唱所用而 屌尺一些左仔 屌尺一些 重产党 屌尺一些 想屌尺的 这些狗官 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把模型的刀 已经一步一步 压在香港的 每一位香港人的 一个头上 而作为一个 商业的电台 是吧 亦都要等大戏电波 他的license 都要靠你 中国共产党 有中国香港的港管局 审批 和你考核 每几年 续你一次 你又敢不敢 屌尺到 香港政府 屌尺这班 全家产 中华人民共和 匪国的 这些 屌尺 中国共产党 屌尺得 这么硬硬 呢 大家都知道 他们都有 这些 绑手绑脚的 难处 所以我觉得 近这几年 的18楼司座 就已经基本上 没有一面倒 他妈差 一些劣政 废官 或者一些 倒行逆施 错误的 这些链像 反而 存在了 有正反双方的 这些意见 又有一些 建制蓝丝 新移民 大陆 他们去说 他们的 看法 亦都有一些 年轻人 说他一些 代表 保罗大众的 一些正确 common sense 的看法 亦都有 周老板 咬牙切齿 当一些 世界上 不认为 公义 正觉的 时期 他就 骂叉他们 这种 狠辣的 批判 变了 有点 各自表述 你有 你讲 我有 update 你有 你这个 踏散 将他们的 不同的 representative 的这些 角色 然后带了 出来 已经是没有了 一种很批判性 一锤定音 对就对 错就错 那种 结论式的 这种 到最后的 take home message 如果你问我 什么时候开始听 其实老老实实 就是几年前 过来 带花木兰 过来读书 而有时候 三点多钟 休息一下 下午的时候 刚刚香港的 早上 就听一下香港的 新闻 可以留意到 香港 早上的新闻 开始习惯 听回商业电台 到了晚上 差不多 睡着了 到起床的时候 隔闹钟 商业电台 开始到了 晚上的 时间 最主要听的 就是除了 光明顶之外 就到 18楼私着 因为光明顶 刚刚一完 就到 18楼私着 所以 很多的时间 都是 打妈 拖蟹步 听完一个 就听一个 而变成了 这个 忠实的 18楼私着 的 听众 而当时 我追捧的时候 还有 同声监制 冯志峰先生 仍然在 18楼私着 里面 担当 监制的 角色 而后来 他饰演的 拉表叔 也随着 我们的香港人 很多 陆陆续续 要出走 而他自己本人 就应该去了 现在的宝岛 中华民国 台湾 去定居 所以 也离开了 这个 18楼私座 的阵营 不过 来不中 拉表叔 都会 回来 18楼私座 里面会 吓吓 和刀仔 聊聊 亦有一集 我最近听到 很突然的 不知道哪个编剧 写的 死无聊 写到 拉表叔 这女儿 因为 他想着 这个 汉培 做蛋糕 他不做法国 大餐多个鱼 他做蛋糕 冷卧了 他的女朋友 结果 他的女朋友 移情别恋 据称 做了 LESBIAN 喜欢了 女儿 在那个时刻 听到我笑 到我嘎嘎声 我说 这是哪个 混蛋的 这一个 编剧 写这些东西 玩构 拉表叔 真的很恨他 这个 而冯先生 在节目里 说到他 失戀时 那种窩囊 他的表达 令我回心 这个微笑 刚才我们也有说过 这个18楼私座 其实已经有好几代 1968年 他们在7月3号 时间 进行这个首播 如果正确的时间 是7月3号 晚上7点15分 现在的18楼私座 已经有几代人 开台时 有一对夫妇 在官堂 新区 1968年 官堂 开发为 一个新区域 而当时 就由 杨广培 和尹芳玲 他们饰演的 刘锡奇 和 周映晨 这一对夫妇 入了官堂区 做开放偶 和街坊 交谈里面 反映香港 当时的 这个情况 1968年 就是老我出身的 这个时期 正宗的 香港 当时 由这些左仔 共产党 搞搞阵的 这个暴动 六七暴动 正宗 刚刚 给港英政府 将这些 搞港 乱事的 坏分子 就是 希望破坏 港英政权的 外来势力 将他们 打压 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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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 而当时的 香港 正宗是由 乱变治 由治及兴 我出生的时候 然后香港 我脚头 多好 我出生之后 这个左派暴乱 这些左仔 就完结了 发不出什么 这些 祸害 社会 开始回复 这个 平淡 市民 也可以安居落业 用心 稳定 制造 经济奇迹 将香港 带入一个 新境界 开始由 工业社会 变为 金融中心 后来再真真正正正做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看看回头 现在共产党 租赫完我们香港之后 胡乱写这些剧本 胡乱说大话 香港由乱变 自由 持及兵 当时 1968年开始 当时的香港 真真正正 开始经济 蓬勃 当时的十八楼司座这一对的夫妇 随着 两位 因为要 去另一个媒体 挑吵 因为当时 1978年 街艺电视 一只成立 亦都大量 和不同的媒体 正宗抢人才 换了他们 去了 街市 当时的 周老板 在 节目里面 只不过是插科打云的 一个小角色 都尚未露出头角 接棒 尹方宁 和杨广培 之后又交棒给谁 去了 逢展平 饰演的 丁三一 当时 他在 铜锣湾 开了一间 吞火筒 一个出版社 一个编辑 开始 展开 铜锣湾一些街坊 搭爹的 故事 以上所说的 两代的 十八楼司座 对不起 老鹅 真是没办法 和大家分享 当时的这些景况 因为小弟 刚刚出生 到了这个 八十年代 初期 小弟只顾着看 IQ博士 也是看这个 《机动战士》 而我认知的 原来有十八楼司 我认知的时候 就是银锡小食店 到了1980年代 1988年 也是因为 杨广培 离开商台 而这个 噴火筒出版社 这一座的 18楼司座 的地方 也转移了 去 湾仔 18楼司座 这个周记茶餐厅 由周老板 和一众的街坊 他们声演的 那些故事 一直到现在 今时今日 2024年 去到我们 已经是3月了 足足 整个 几代 这些 18楼司座的 team building 还跨了大半个世纪 55周年 而今年 就是他们 Celebrate 这个birthday 这个 重要的时刻 今集的大院友乐 也会 拜托了 韦哥在第2节 就会 去这个中环里面 因为他刚刚在 过去的 这个 星期五 他们就开了 一个展览 也找了很多 不同的漫画 插画家 帮他们 画一些人物造型 也找佳士奈 任达华 帮他们 拍了一些 不同的造型照 也有他们的 不同的嘉宾 随着不同的时段 跟一些 听众交流 韦哥 适逢期会 在上个星期五 拍了一些 花水 在第2节 就会跟大家 去分享 十八楼司座 里面有什么 老友记 在 经常打等呢 当然 当然有周老板 一个叫做 周身都 的一位 人兄 又有 母牙三菇 又有洗碗 厚拉皇后 长嫂 亦都有 大编辑 还有 阮南安 是吧 又有 孤寒舵 又有 的士高 是吧 另外一个 就是永远都 不能找到业的 大学生 叫做 徽仔 其实我跟十八楼司座的 编剧都有几句 我经常问十八楼司座的编剧 老友 究竟 阿徽仔会不会不倒业的 你会不会写他有些转变 会 最终被他得起心肝 搞定了 不要再做 这个 职业学生 只顾着 网购 砌模型 是吧 插科打运 要快 吃 不都业 吃到饭 才行 大佬找到米 是不是 不是个办法 一笑置之 他说 有段时间没有计划 给阿徽仔 毕业 当然也有 七师傅 孖七 和周鸿 就是 一个新移民来港的女性 听她的声 嘀嘀嘀嘀 有时都受不了 有些觉得 这种高纪度 还有 以前有个叫做 胡书仔 就是陈森先生做的 但已经退役了 移民的 就有拉表叔 去了法国 也有一个说 去了英国的任意非 如果说到 去了英国的任意非 大家可能会很熟悉的 现在已经是 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做得很好 很好成绩的 张志军小姐 说她 跟了她的法国仔 去了英国的生活 据有列大夫爆料 张小姐 现实生活里面 都好像是有个 法国的男朋友 不知道 大夫有没有補这个流料 所以有很多这些不同的角色 是不是要有很多演员去 去饰演 其实又不是 原来 这个18楼私座的 演员 都是只有那几个 我说漏了 这个胡书仔 这个徒弟 正粒美 正粒美 原来跟 孖七 是同一个 声音演员 广播员 你真是猜不到 所以他们有很多 不同的声音 但其实 可能出自同一位 演员 一人分析 几角 在 有什么 有什么 题 会说呢 其实这个题 都很 拆得几多 又会说 比特币 有时会说 环保 有时会说 一个 盛事经济 近期的 这些 也会说 中国矛盾 总之 有什么 题 在市场里面 热的 他们都会 尽量 归纳 在他们的 18楼司座的 每集的 不同的时间里面 就会说 但是现在 通常就是 下午的12点半 去到中午的1点 而夜晚就会重播 当日的集数 就是12点 去到 12点7 左右的 这个时间 我 主要就是听 夜晚的 重复 如果你问我 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集数 我是很记得的 刚才我所说 拉票叔 不让这个 这个编剧 玩鬼他 说到他 没了一条女儿 有一集 我也是很可笑的 就是 周老板 找了新移民的 这个 凸骨师傅 孖七 和他捏骨 有这个 周老板 凸骨 之余 孖七的声音 听起来 就很可恶性 也能演绎到 流上骨 那种 技师 令到你的感觉 有非分之想 究竟 迪士高 和周老板 会不会是老金来的 大家都会找 孖七 帮他出火 但是 据 编剧和监制所说 这个孖七 是 正骨水的正骨 不会有任何 色情免问 这种成分 在里面 大家想也不要想 据称七师傅 还有 女儿 为了 做了别人的母亲 就是纯粹 卖打骨的手技 其他事 大家就不要想了 这样 如果你问我 现在香港里面的 政治的氛围 我想很难 会去到以前 林斌先生那种狠马 大骂 甚至无 今时今日 整个商台里面 剩下的 真正正正 可以批评的 一个政府 我想 除了这个 光明顶 陶杰 和 冯志正 据称两个 现在都不是香港 这地方 折够胆 去到这么紧 都能够 但是 他两位 跟我们这些 网台 节目的主持人 当然不会插到那么狠马 也不会骂到他们的狠马 出狠马 都说到口中的 流半线 为什么 你搞到何先生 的后人 是吧 他们 在没了商台的牌 怎么大狠马 政府露羞成怒起上来 所以我自己觉得 都mild了很多 但是我仍然 很敬佩商业电台的朋友 为什么呢 去到今时今日里面 甚至无 气氛打压的程度 是多么 逼人 他们仍然坚持 他们为民发声 虽然 尽量拆边球 尽量不要 踩戒 令自己出事 但是 起码都可以表达到 一份 有很多的市民 心声里面的 一种的看法 如果你看回 现在的 18楼司座 并不是一位 编劇 写到的 其实他们 也有很多不同的编剧 包括 黎禧和 杜赞 李三脚 优司徒 以及 吴阿门 一听以上的名字 就没有过是真名的 过两个都是 化名的 难道他告诉你 他叫什么 什么 对吧 有很多的角色 刚才也说 曾经出现过 例如 任以菲 拉表叔 陈芯 这些角色 有时 只不过是 大家抑述他们 或者口讲他们 出现 但是有一个角色 我很想 继续加入 就是 陈大文 议员 为什么 陈大文 议员 因为 因为 完善了 选举制度 之后 陈大文议员 亦是 没得了 现在 失业大军 不知道做什么 没得了 就好像其他 MHK TV 的史题 亦是 加入 这个 没得了 没得道区议员 对吧 很可憐 被人完善了 之后 就完善了出来 我听起这个 新闻 也想起 陈大文议员 他们在 剧中的安排 我每心微笑 他都很紧贴 这个事势 将香港当时的 情况 反映 给大家 这一部的 体度 好了 大家知不知道 当这个 十八楼司座 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主题音乐 这一部音乐 大家知不知道 这一首歌 是什么名字 可能大家很耳熟伦场 原来这是1967年 有一部电影 香港叫做 梁山人马 的电影 英文就叫做 就是 The Happening 如果我没有记载 是不是叫做 The Happening 是的 叫做The Happening 的一个 电影 而一个 title song 就叫做 Let's Play Games 叫做Let's Play Games 如果大家 想听这首歌 我就不播出来了 为什么播出来了 YouTube 又立刻就不飙了 因为是版权的 一个问题 我唯有 就声剑了 的 大 对 是吧 就是这首歌 大家可以上YouTube 找到 let's play The Happening 香港港映做梁山人马电影的主题曲 这首歌一直沿用到现在 已经用了几十年的情况 有没有时间 这个十八楼司座会休息 我知道初一、初二、初三 通常他们都休假 初四就因应周记茶餐厅 好像大部分的香港茶餐厅 初四启示就会恢复广播 如果日间的跑马 例如有时候农历马 或者什么圣诞马 突然撞正 日间跑马撞正在十二点 开波跑马 刚刚吃正的位置 十八楼司座都会停播一天 老友记可以休息一下 如果到施政报告、财政预算案 要发表的时候 通常十八楼司座都要让路 也要暂停一晚 刚刚陈茂波 之前在二月二十八日公布的财政预算案 那天的星期三 刚刚是乘证 而十八楼司座只是暂停一次 所以有些停播的安排 另一次比较对十八楼司座带来大的冲击 当然是2020年2月的时候 香港武汉肺炎的疫情 而当时周老板又中了一招 朱雪梅 朱雪梅就是武华三菇 还有李錦 就是孤寒舟 还有陈茂妍 陈茂妍 就是陈茂妍 陈茂妍就是武华三菇 朱雪梅是长嫂 他们年纪大一点的长者 因为中了武费 唯有在家居隔离 在家居隔离的时候 唯有以录音的形式 将他们的声带 传到录影室里做一些剪接 而当时的剪情 亦是安排 周忌茶餐厅暂停营业 说到这里 我先休息一下 给大家看一些片段 就是他们在录音室里面 集体一起录音的情况 原来他们的录音 是会整班人集齐 在录音室里面 然后大家跟着稿 你一句我一句 接着来一气苛成 这样录光 很厉害 据称 旅友记国 通常都是一剔棋 两剔子 甚至没有NG 一剔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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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将声带交去 给相关的同事 做一些剪辑 各方面的东西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18楼私作 他们集体一起录影 一些花蕊片段 给大家看一看 听到声音 看看画面 猜不猜到 谁打谁 谁打谁 日本民宿新法例 是由金刚 朱雪梅 陈霍言 李錦 冯杰峰 欣其 陈聪聪 联合过春 葱姐 天啊 既队 你都要帮我 不要 红姐 一定有办法 没问题 你有办法 那边给了我很多钱 我以后都不知道怎么办 看了 不要考虑 在游戏 我們大喇喇洗了一扇扣 是我和阿熊的接觸 你們先冷靜點 你們先冷靜點 其實法律寫明 我暫時都沒什麼辦法 還有這件事又不是我經手 我未必能幫到你們 但是那個是同行 我知道 但是樓盤不是我跟開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喂喂喂 你師傅沒教過你的嗎 做生意要更均衡 當然有 師傅教來做事要跟蹤規矩 千萬不要被人抓到痛 不過這次是冤枉的周老闆 是啊 Jana你做事很穩陣 他不像騙人 那你真是說我有問題 簡直是 不如你和阮南漢哥哥 整天一路搶著真的不放 我看一定是他們有問題 除非不是 好了 什麼事 關你什麼事 死廢人 喂喂 一個一個當我死的 有沒有人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哪個趁機在周杰搞事 麻煩你給我查 誰 周老闆 是這樣的 我和阿熊你去年在日本投資外樓 哎 足足花了一百萬元 最近因為那些事 搞到隨時都會虧錢收場 喂 是不是因為地震 嗯 哎呀 好心你們啦 自己又不是有錢 還學人買日本樓 你懂什麼 這些叫做長線投資 是啊 投資買樓 一向都有風險的 喂